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不像旧了,我是小正 柠檬呢,有一种超级好闻的香味 那结束的果实,外观,盐质高,还能泡水喝啊 喜欢家庭养护花卉的朋友呢,可以在家盆栽一盆四十 那只要知道基本的节点,家庭盆栽的柠檬果实也是呢 结果超级多的,首先就是购买的子中石油要求的 柠檬苗一般在三年以上苗里才能进入一个圣果期 所以如果想要柠檬盆栽结果多的话,小苗呢是不现实的 再就是购买的时候呢,不建议花期购买,也就是现在 因为新盆栽买回家都有一个适应期 正值花期啊,买回去呢,容易空欢洗衣草 可以趁每开花的时候购买,或者呢是买已经结果的 买回家的果树呢,如果出现一些黄叶,掉叶是正常的 不用太过担心,只要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苗一周左右啊,它就能缓回来了 还有就是光照了,有的朋友啊会把这个柠檬啊 放在室内养护,那这个方法呢是错误的 放在室内养护的柠檬树不仅不能开花结果 可能连正常的生长都会变得很困难 所以柠檬树要放在室外光照非常好的地方养分 它喜欢超级充足的光照 光照越充足,它柠檬树长得就会越好 除了光照就是养分了 柠檬树的果期呢,一般在8到10月份 在果期前呢,一定要给够养分 让它能有充足的养分来结果 它分为开花期和结果期 现在春季是它开花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除了给复合肥之外呢 还要注意啊,真实零甲肥 比如零酸二金甲或者是花多多二号 一个月给它补充的三到四次 这样子呢,有利于提高它的结果率 那结了果子之后啊,继续补充这个复合肥就可以了 每半个月左右给一次淡零甲均衡的复合肥 让果子呢,能有足够的养分 柠檬花期还可以啊,通过瘦粉来提高结果率 拿个毛笔或者是化妆刷呢 在这个花朵上啊,刷一刷就可以了 这样有利于提高结果率 今天关于盆栽尼蒙的